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泡新闻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很久没有这个单元了 主题馆访问的是资深的编辑作家 我的老同事也可以说是我的前辈 陈宇航他上一次来我们节目之中 谈到谈的是我们的老台北进行的单元 更早之前他的一本非常 我认为非常经典的短篇小说 这个小镇生活指南 也可以说是一个中篇小说 也可以说是短篇集 长篇吧 好吧 够长了是不是 今天他又带来他的新书 10月26号时报出版的时光电场 这应该说是一部带有回忆录 或者是传记色彩的散文集 分成四个不同的集 编辑的集 可以谈一谈你的发想跟创作背景 我想是这样 主要是我这几年再三五年 写的那个散文有够多了 然后大概我自己也会 在每次报刊 然后杂志来约稿的时候 我大概都会想 我应该写一些关于旅行的事情 我喜欢旅行 虽然我气的不多 但旅行的时候 蛮有点 蛮有点感觉和收获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我就写 花莲的事情 我还是对花莲的事情 因为成长的地方 念念不忘了 但是我大概我的花莲的景象 大概都停留在60年代了 50年代和60年代 这两个是最主要的部分 另外就是我有几个 来往的作家朋友 作家前辈 你是最主要的工作是编辑 编辑编辑 基于编辑书 尤其是文学书 小说什么的 你跟几位作家 我们待会会谈到的 包括王真和 郑清文 王轩一等等 不过我刚刚提到的 这个所谓背景 你既然提到的旅行 我想先从一个特殊的 一个点切入 他跟你现在的生活 或者说跟你过去 60年代的生活累积 不太有相关 但是我看了很震撼 就是去伊斯坦堂堡之前 你进入到一个 好像早餐店 那个早餐店的老板 全家刚刚去了伊斯坦堡 还跟你说了半天 这个伊斯坦堡 土耳其的风光 可是你也说了一些 可是你没有去过伊斯坦堡 没有去过的地方 或者说 自觉这一辈子 都不大可能去的地方 可是却会成为 你的悬念 甚至也可以成为你累积知识的一个 一个宝库 我觉得从这个点上来谈一谈 这本书更有意思 对啊 我第一次虽然说是喜欢旅行 其实我旅行的经验其实不多 我第一次旅行已经是37岁了 你讲的第一次旅行是出国旅行的 出国旅行的 目的地是 去旧金山参加书展的 大概是 那个算旅行 出差就是旅行的 我出国那么多天 当然算旅行 不过你这个让我很惊讶 你37、8岁才第一次 38岁 坐飞机出行 你很小时候就坐过飞机了 你比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多坐飞机的经验 你在强保之中 对不对 是 当然我其实因为是住在花莲 我其实比一般朋友来讲 我坐飞机机会还蛮多的 就是如果那个苏瓦路断的时候 那我们就坐飞机啊 或者是 或者手里 或者像哥哥要了一点钱 我就可以不要做那么辛苦 当时苏瓦路 单程是一天 所以你飞机一小时就到了 所以机会其实还有的 还是有的 谈谈你的旅行之于你 或者地理地图之于你 这个启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我想大概 跟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有关了 那是小时候 我们那时候 并不能 像我们后来 在前省旅行 这种 这种机会 当时是没有的 几乎没有人谈旅行这个字 这个旅行是个 遥远而奢侈 对对对 是有点很冷屁的字 没有人会讲说去旅行 没有人会说 你点多说 毕业 我们连毕业旅行都没有 是吗 对没有 我们没有毕业旅行 初中 高中都没有 小学有了 两天一夜 但是500个人里面 大概气得不到50个人吧 那没有几个人去 要有点钱了才能够钱 后来你当然想 你想象的眼方嘛 是 那我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从看书来满足我自己 另外就是 我在初中的时候 有花 学校有花的那个地图 地图集 中国地图集 对 世界全图 对 我没事就就看那个 纸上旅游啊 这个 书本 这本书里面还描写到 你能够几乎可以背诵 所有美国的50周的周名 我初中二人几的时候 就可以办到了 而且我可以背 他的英文跟 跟那个 可是那个是基于一个什么心理 是基于一个 你认为你永远不可能去 我认为我一辈子不可能出国 我们那时候出国是多奢侈 是我很少听到 不要说出国了 认识的人出国 不要说出国了 你文章里面有一篇 我也非常感动 是你去跟五个同学 同班同学 约好了六个人 一起到凤林吧 去跟另外一位同学的初中 同学 打球 对 可是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说这根级 出不了门也有关系 就是一团高兴 想尽办法 像导师 导师是个教官间的 大家分散了 向教官请假 礼拜六 那时候礼拜六早上要上课 是 礼拜六早上就就请假了 请半天假 都都做好了 还要分散请 对对 你一下子去请就太 大家会觉得要搞集团活动 对对 不过 不过我想教官也会知道吧 都是礼拜六早上 是 那我最后没有气 是因为我没有车钱 我要坐火车 去我没有车钱 你临时向父亲要 要不到 我大概找个理由 说学校 学校要演竹吧 还是什么 办活动 对对对 他说你可以不可以不去 你不能说一定要去 因为这种大概都可以不去 这个就被火 火结了 就去不成 没有气承 对 这一次的经验 虽然表面上看 对一个孩子来说 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记录在一个回忆式的作品里面 却别有风味 至少从花莲到花莲市 是吧 接近花莲市到凤林 这一段路 几十公里而已 三十几公里 几十公里而已 对 现在开车一下就到了 一个钟头不去 好 从旅行来说 我们先不谈你其他的 这个伊斯坦堡 或者说是日本 你甚至还有跟朋友带队的 这个活动 我想谈一谈 在花莲这样一个地方 尤其是六零年代 大致上你经历的 这个人文风情 特别是跟旅游交通 或者说往来 这个有关的 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哪一些 就是移动这件事情 移动在花莲的移动 其实是你往南 就坐火车到台东 当然他也有巴士 但是没有直达巴士 因为他有火车 你往北就是有个苏澳公路 到苏澳去转转车 转火车到台北 这大概像从花莲到台北 那个是一天的时间 这个大概是比较 比较难 另外你可以坐飞机 据我所知的 你的书里面描述的家庭生活 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由于运动 或移动的不方便 或者是不考虑 你有更多的是 怎么去维护一个几口 到最后是八口之家 八口之家 你们要父亲单一的薪水 是在电厂担任工作 可是好像你们还必须要 想办法去阿鲁拜斗 去建策 做户业 谈谈这一方面的生活 你还很小的时候 就是我们大概到十岁 差不多十岁的时候 我父亲就顶下了一个 就是买下了在 基里华林市五公里 吉安旧的吉野移民村 的一个房舍 土地上房舍 那有养鸡养羊 养了十几头羊 那养羊是比较少人 在我们那边很少见 所以我们家变成一个 表示我们养了十几头羊 是为了要去挤羊奶 然后卖羊奶 这是我们家的户业 所以变成是我们家的 另外一个收入 对 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才 动员那么多人 特别是我母亲 蛮辛苦的 要去做这件事情 人家打工都是去便利店 那个时候没有便利店 那可是养羊怎么打工 可以说一说 我记得你又很 非常细腻的描写 养羊是这样 我们其实 我们也要上课 那养羊其实是 我们家是有请工人 养羊的工人 然后他也要送羊奶 那附近的羊奶 就是我们自己送 像我 我大概初二开始 早上五点多就要起来 赚一钱 大概一个钟头 附近几个村子的那个养奶 大家去 我哥哥在的时候 是两个人轮的 或者是分配 那有时候这个 这个工人持工了 工人不做了 那另外找过 对不对 那就是清房不接的时候 那如果我不要上课 那我的 我的就假日就泡汤了 我觉得最难的 最长的一次是 有一次暑假 两个月 那时候还升高三 学校要上课一个月 施假一个月我就放羊 是 因为大概觉得 我都没事吧 所以就 那个下一个工人慢慢找 我整整做了 接近一个月的 都在三早每天 是 羊好像还有 特定的某一些植物 要帮他去料理 就是他的饲料和食物了 是 我们在外面 当然他就去吃草啊 去吃草 或者是 主要是杂树的叶子 我们在山上 或在河亭 张树叶也可能也可以 张树不到 荣树叶 够树 够树 够树也有 但是 荣树在山上没有 荣树是这样 如果下雨天 羊怕湿 羊怕水 所以 下雨天 羊就没有出去 没有出去 我们就要想办法 这个工人也好 我们自己也好 到附近 或到处找 如果有人 有人家有荣树了 就去问他说 可不可以砍 砍一些 就帮他修一下 就把那些树 树枝整个就 载回来 其实就是鲜料 那还要 你当然不只吃那个 还要吃那个地瓜 所以要说 弄那个地瓜圈 是 在我们两个 结识的1979年 我对你的 第一个印象 就是你对于 电影 不光是 台湾的电影 这个 还有 好莱坞的电影 甚至欧洲的电影 尤其是新浪潮的电影 你辽若执掌 从小就 爱看电影 而且 为了电影 可以做很多事情 包括 打工 你还打过一份 卖冰棒的功 谈谈 他和电影的关系 那 其实也 不过就是 那么一两次 不过就是 把冰棒卖完了 赚到了钱 就跑到电影里面去 跑去 跑到最后 就到电影院里面去 把你的赚的钱 对 消费的 就是看电影 电影太迷人了 那是 影像很少的时代 那是 没有 那是小学生 干的事情 那时候 没有电视 我第一次看电视 都已经高中毕业了 太晚了 所以 对电影 很有兴趣 我其实 有很多电影 不一定是看的 都是后来 离开台北 到台北 离开台湾 离开 离开花园 到台北来 那时候 我倒不管是补习 后来念大学 我都花很多时间去看 特别是 去补看那些 以前知道那个 的名片 我大概看了 看了不少了 从看电影 就会来到一个 我觉得 也隐含在整本书里面 看似是一个 前后 有所呼应 或至少 没有断绝的主轴 那就是 你的文青生涯 那个时候 没有这个词 文青这个词 是近年才有的 可是60年代 你称自己为一个 边缘文青 意思究竟是 何所指 边缘 第一个是地理上的边缘 这个花莲 在台湾来讲 算是边缘 后山 那 交代不方便 另外 新的东西 也来得比较慢 比如说 我们中国 回顾起来 那时候 现代文学 那些文记 在已经创刊了 我连听都没有听过 我还是个 你说你到台北来以后 还不知道 不不不 我住在花莲 都不知道 那我大概到 我现在家里都还有一些 早期的那些杂志 都是我来大写 大一的时候 大写的时候买的 在花莲几乎很少 然后 来源大概只有 主要是图书馆 是 如果图书馆 大部分是旧族 没有太多新书 怎么会 启蒙 比如说 老师 或者说 哪一本特定的书 我是这样 我 第一次看的 比较厚一点的书 就是那个 三国演义 你哥哥的书 就是我五年级 我投资的一半 两本上下册 对 我五年级的时候 上下册 大中国图书公司 对 我还知道价钱 十二块钱 上下册 一本六块 对 就是上下册 十二块 那我这个 小六的时候 就是我老师 去当那个教育 教招 来了一个 一个年轻的 你老师 他把家里的书带来 让我们看 我就看到 星星月亮太阳 哦 和那个 梦瑶的乱离人 乱离人 梦瑶的 是 那好了 还能够 回忆到 一开始接触 乱离人也好 星星月亮太阳也好 这一些新文艺作品 那个时候 有些什么样的震动吗 呃 其实也还好了 因为 我们家那时候 订中央日报 嗯 那 中央日报也有连载 有时候有梦瑶的连载 嗯 那也有一个 也有历史小说 南宫伯 嗯 所以我也看南宫伯 是 大概 我还看过 我还在中央日报道 看到 中兆镇的 卓流 跟 跟 那个江山万里 嗯 就是他的那个 前面的 他叫什么 什么三部起 里面的前两部 是 看到两部 对 就 刚才你提到的 徐素的 星星月亮太阳 后来也变成票房 非常好的电影 电影 对 好像 改变成电影 有没有拍个电视 有电影 电影我也看了 至于南宫伯 那是我 最崇拜的一个作家 他有一本 也是我启蒙书之一 叫紫凤楼 讲的是元代的宰相 这个元凤 元宰的女儿 当然这是个虚构的角色 叫元凤夕 嗯 这本我倒没有看过 我看了很多 这本我一直在想说 有没有别的人也看过呢 到现在 我问过了至少20个人 都没有 没有 我非常有遗憾 希望我们的听友之中 也有一两个之音 不过既然说到这里 我们待会还会有题目 包括你在书里面提到的 杨念慈的黑牛与白蛇 我总觉得在你刚刚 你所显示的那个时代 好像在台湾 在文学界也产生了一种 转向或者是爆发的 一个氛围 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今天进行的单元主题馆 访问的是资深编辑作家 陈宇航 他的新书 时光电厂 时报文学出版 10月26号 才刚刚上市 现在才两个月 我们刚才提到了 60年代的文学启蒙 那正好是 大概一个爆发的时代 我所谓的爆发 包括各种身份背景的作家 都有能够在市场的 一个角落里 找到龙生之地 甚至还能够引起非常多 广泛而持续的注意 也就是说 长销书 大概就是60年代中期开始 也就是你到台北 是 这一段时间 对你有 实际上你能够 在回味之中 感受到 确实的影响的 还有哪一些作家和作品 我觉得因为我从花园到台北来 就发现台北能够看到的书 是超出我的想象 因为以前我主要的书是图书馆 还有几家书店里面 那些书都比较有限 到了台北 你看台北那时候正在流行 热门的是存在主义 那所以有一些 也一直受这个影响的 比如说王上益 野鸽子的黄昏 对对 那时候王上益已经死了 但他的作品好多 都在这个房野留钱 或是什么 异乡人与失落的一代 大概都有这些 然后还有 理性的文学比较少 因为那时候我们出国人很少 但是有 中美音有出国 中美音 中美音写了一个海天游中 海天游中 对 还有 还有那时候也流行的 留学生文学 是 能够出国到国外去写的 我想起了 突然让我想起来 在那段时间还有一个人 是现在在台南一大教书的 徐晓虎教授的父亲 也是段祺瑞 在担任国务总理的时候 他的一个秘书 叫徐树珍的儿子徐道林 徐道林好像因为他有出国 担任法务工作的经验 他也写过类似旅游文学 正好接上你所谓的留学生文学 其实你讲了徐树珍 我想徐树珍有一个女儿 叫徐英 他在时报出版公司 出了一本书 我已经忘了名字 基本上是回忆他父亲的 然后这个徐英 樱花的樱 对 他跟这个 宜记中忽人 跟宜家是熟的 所以我到时报出版公司做事的时候 1985年以后 大概1986年 他希望拿一些照片回去 我有看到那些照片 很精彩 比如说他后期到美国去的时候 到了哪一个访问 哪一个经营 人家夜兵给他看的 所以我有把某些照片拿进去还他 那时候他住在延山 结果里面看到他先生 他先生是语言学家 我一下忘掉他这样的名字 我们俩还有不小心有共同的记忆片段 可是我刚刚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就是对你来讲 比较直接有影响的 60年代中期以后的那些作品和作家们 比如说我有看到伊犁华 那个在花莲我就看到他的 又见钟离又见钟离 然后到台北来 就有看过他的东西 我看到尹写曼的那个叫做海外梦为路 他好像中年以后到美国去流血 回来写了一本这样的事 还有一个叫吉珍 写了一个是个女作家 吉珍 他写了海那边 大概就 这也都好像跟流亡 都是流血生文学 当时比较热门的就流血生文学 我看到一些军事普及书 军事书 当时都欢迎的有一些这样的书 好多 所以对你而言有几个领域 包括跟地理有关的 包括跟军事有关的 或者跟现代史或者是近代史有关的 这个当然是就是我们因为没有选择的时候 你有很多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 但我没什么选择你看到是看到什么 所以我们养成杂屎吧 那我后来也喜欢看一些历史 那很简单 可是你到台北来 你本来的目的就是考大学 是 可是你好像考了两年是吧 对对 考了对对对 辅了两次 对对 好 在那段期间 在台北的生活 我还是想要回到跟创作产生联系吗 因为你的不管是策马入林 去白基比日 这都是更晚一点才创作出来 也就是197870年 中后几了 对 中期 你没有想到过 说你后来会写出这些作品 那当然不会 不会 不过我已经开始写作 不过补习的时候 当然就不方便写了 也这个心音也好像不在那里 但大写到大写以后又开始在写 向外投稿什么的 都在大写 大概大二吧 大二大三开始 所谓的投稿 我刚刚一开始听你讲 你现在也还在投稿 对不对 还在应邀 应邀写稿 这个 我们讲说投稿 用稿 会接受邀稿 或者是 反正总之 一个原地跟一个作家发生关系的这个时代 眼看着在我们眼前就已经消失了 是的 你是在这个时代刚刚开始去找寻新声音 找寻新形象的时候发迹的或者说是出现的 而且你后来的工作包括编辑的工作也都是跟这个有关 是啊 我们 我们做同事的时候 当然你比我年轻的多了 那你 你当时还在智力创作 我当时已经到了我前期的后期了 就是我前面 前期的后期 对对对对 我那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写了写了一本书 后来大概前面两本 大概都在三十岁以前写的了 是 那我当时的生活跟你也接近了 都是 我们都是替别人服务的人 后来就是都做编辑的 那就是因言机会吧 先在报社 后来到出版社 所以我们就 就开始我的编辑生涯 你的写作和编辑生涯之中 有几个人物也 这次也进入到书中 其中第一位要提到的是王真和 第二位可以提到的是郑清文 第三位是王轩宜 三位都不在了 我们先谈一谈王真和好吗 其实 你跟他的定交 好像也跟电影有关吗 其实 主要就是 王真和 他有很短的时间 在退伍以后 他大学毕业退伍以后 回到家乡花莲 在花莲中学 教了一年或者一年多的书 那 我被他教到一学期 就是高二上的英文 那我大概会 比较有印象的 大概就是做过一个他的学生 我观察他的那 就是那个时期 他年轻时候 教书 或者跟我们学生的互动 我跟他在那个学生时代没有互动 但是我的一个同学 会向他借书 那我的张爱玲的 我第一本张爱玲小说是同学转戒来 是他的 我记得你跟我谈过 就是 王真和对于电影也很熟悉 也很热爱 而且好像你们 你们之间对于电影还有一些交流 是这样 他做老师的时候 我们同学也会问他 他说这电影好不好看 他们的学生都不爱上课 就去问这个 他就话停不下来了 那没有 他就大概就简单的回答你 他并不会 当然很少 他很少讲题外话 当然我知道他会喜欢电影的 那可以看出他喜欢电影 那我后来 在和他见面的时候是因为 我念音举手的时候 是 我的同学珍稀爸 跟他有约 因为他那时候大概在 在台式电影组 做那种 他大概要负责长片 他是负责把电视长片 也就是电视上放的电影 写成摘要 写成本事 本事 对 写成那样的 因为大小说家 但是为了工作 为了赚钱 狐狗 也不容易 他做那么多 他里面有一个 他电影是大批的 从国外进来的 那都只有英文名字 他不知道在台湾 要译成什么 是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Google可查 所以就是要找珍稀爸 我们 其实我们都对这些电影的手 所以 他就会来 他就会找珍稀爸 请教他 那你老师 我们一起去吧 所以又和他又再见面 大概是这样 访问的是陈宇航 谈的是他的新书 时光电场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时光电场 一本新的散文集 10月26号 时报出版 作者陈宇航 在我们的现场 1979年 我和宇航在中国时报人间复刊 曾经是 大概两年的 一年多的同事 而且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写出了 我认为是可以称之为 他的代表作 非常精彩的 去白鸡比喻 那是一个短片 之后多年 我们有很多的合作 从时报到远流 对不对 而在这期间 你更多的时间 成为一个专业的编辑 而且接触到 以及帮作家设计到 非常多的作品 主动的 以及更积极的参与作家创作 是你这一代编辑人才开始的 可以谈一谈 你的编辑生涯的 这个阶段 你如何发挥你的主动性 我想是那个时代 可能比如说报纸也都开始 在高新疆时代 我们就开始都是 从文学到文化 然后都有企划性的 就我们都共同 在他会下 要做过这种事情 这是媒体的负责人 媒体的主编 我们这样讲主任 他有一个更全面的想法 而且让作者 还没来得及想到的 那些题目 要进入到 他们脑子过一过 而后这些作家 就成为邀稿的对象 而也变成了一个 整个报纸 新的文学版面 或者是一个更恢弘的 一个文化版面的展现 但是出版不会 出版大概基本上是作家为主 所以作家自己写了什么东西 然后来编辑 有时候可以参与一点意见 你说的很科学 但大部分的时候 真的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 都是作家 像你 你都不能让我改一个字 我脾气比较坏 比如说 没有了 我只建议过你分段 但是说不要 那我们都理解这种事情 比如说我们都是写作的 知道就是风格不能改变 所以我们 我跟你的合作 恐怕还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我们够熟 因为我们原来是同事 然后 然后你常常会来闹我 所以我们都还熟 这个都还 那你跟郑清文先生的合作 对我跟郑先生合作了就是 当时他已经是一个重要的作家了 那我跟他合作 我能得到他的信赖了 所以 所以到还好 然后我跟他从时报 我做过四家出版公司 在四家出版公司做过 是 但我都业他 所以他是一个蛮长的 大概跟我合作的关系 所以出了他 他 不少 不少的都作品了 我还记得1986年 有一天晚上 我偶尔打开 不知道三台的哪一个电视台 看到就你站在台中间 噼里啪啦的闪光灯一直闪 你手里拿着一个金领奖 那就是郑清文的大火 是吗 你替他领奖 对 我已经记不得了 大火是 对 他的一个长篇 我当时在时报 还有出了他的沧桑救证 那我最后在眼流也出了 在麦田也出了 在一方也出了 我在麦田的时候 还出了他的短篇小说前期 是 短篇小说前期 大概七本吧 大概 这个是比较 是比较完整的 对 对 比较完整 郑清文 对于他如果有理解兴趣 或者说 的确我认为是有理解 是必要的 都应该 这个书还找得到吗 在一方 大概还有 但是 但是他好像 现在在做他的拳击 拳击就更多了 是 以前那个短篇 短篇小说前期是 有选 会选 是选击 但是也可以做短篇小说 因为 这个我们参照 日本的那个 他们有的拳击 也是选过的 那也OK 还有一位作家 在你的书里面也提到 王轩逸 王轩逸 我们两个都熟啊 我们三个人都一起 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待过啊 对 你还跟他待得更长呢 你后来还去时报周刊 对他们 他们还做同事 对我们也做同事 对我们也做同事 对我们都是熟朋友啦 我记得我为什么写这个呢 还有点奄言 就是他过世的时候 封德平找我写 我当时没写 但后来张文智 王轩逸的先生 是 张文智就在应科 就策划了一个专辑 纪念专辑 我记得你写了 我记得你的题目叫做 终于轮到我们了 这样的意思 这个 路上其类了 轮到我背了 我觉得那边写得很好啊 那边我最有感 我们也感到这个这个这个 fear 感到恐惧了 因为我们他那么年轻 就就就过世了 这样 但这中间还 我觉得你对王轩逸的理解 里面还包括了 其他的作者 不见得能完全掌握的 就是你旅行这件事情 一方面你的这本书 时光电场里头 也隐含着一个 带着轴线 轴线性的这个主题 那就是旅行 另外一方面 王轩逸也是一个 就18岁出门旅行 这样一个概念 他和张宏志 他们夫妻两个 很爱旅行吧 而且 他自己有个短片 就叫旅行 就叫旅行 那个短片比较有趣 其他都是 那边题目叫旅行 反而是不太理行 是的 我自己的旅行 都是跟着他们去的 都刚好 比如说我第一次出国 去美国 那 我因为和张宏志 跟王轩逸都熟 所以我们一直跟着他们 就等于 我第一次出国了 这个这个 那后来我去香港 第一次去香港 第一次去日本 都是跟他们一起 是 所以 你也别这么说 你总是比较低调而客气 像你的书里面也提到 有的时候你还带队 你会组织一个小小的团队 大概你能够带领的团队 是五六个人以下 对不对 比较合适方便 对 到了八九个人以上 就很辛苦 我最多带过九个人 都是亲戚朋友 他们 那时候我就列懂一些 列懂 我有 有写日文 后来列懂一些日文 然后我对那些弟弟 还熟悉 他们就要我 带他们去 组织就说一起去 那我就要父亲 父亲规划 然后带队的这样的一个 最困难的是什么 最困难 就怕掉了一头牛 难怪那些旅行社都要 带团器都要巴士 比较好控制 如果我带他们去坐电车 那我的心都掉在那里 我都怕谁先下车 或是我们该下车 下车 那下一步就该怎么办 大概会 就会有一些压力 但也蛮好的 反正都是朋友 大家 在那么长远的一个 编辑生涯过后 你自己也还开了出版社 同时也零零星星的 在过去这些年 写了一些书 可是我很想知道 你还会有新的 或者是下一个 可奇的小说写作计划吗 有 我有一个进行的 蛮久的 进行了好几年的小说 但是进行的不很顺 我希望能够尽快 好拿出来说一说 我还有两分钟可以让你 每次杨造上一次也问我 说你下一本 下一本要写什么东西的 不要忘记有一天你做梦 梦到我给了你一个题材 可是没想到你 打底死不告诉我 到底我在梦里面 给了你一个什么东西 后来你因为太久 你也忘了 对啊对啊 我每次来上 我每次来电台 你都要 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一定要再报一次 我欠你一个 我欠你一个小说 但如果 如果他会成型的话 会是一个跟 时光电厂里面 一部分你的幼年 或者是少年生活 有关系的东西吗 我大概比较会 会脱离开了 我这小镇生活 有很多 这个这个自己的经验 比较多 自己的经验比较多 那我要写的就要写 别人的故事了 嗯 别人的故事 比自己的故事 当然要难一些啊 为什么 嗯 自己总是 比较了解自己一点吧 别人的故事留给 呃 狗仔去说 哈哈哈哈 不会啦 这样吧 别人的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